我们来看网络编程理论回顾的第二个小点 IP协议 IP协议是第三层协议 它主要解决的问题是 主机到主机之间的一个通信问题 广域网的主机到主机之间的通信问题 它主要功能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寻止 第二个是分段 寻止就是在网上找到通信的对方 那么分段就是对一个大的数据包进行切割和重组 有些数据包它超过了一些硬件的最大传输单元 那么就是IP层会进行一个数据的切割 到达目的主机以后 会对这个切割的数据包进行一个重新的组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寻止 是如何在网络上找到对方的 它的第一个策略就是每个通信的节点 分配一个IP地址 这个IP地址就相当于互联网上 或说广域网上的一个门牌号 在数据传输的时候 我们在数据包中会填入这个原地址和目的地址 原地址是数据的发起方 目的地址是数据的接收方 路由器通过这种一个路由算法 来查找最右路径 然后就可以通过这条路径 把数据发送给目标主机 比如说A主机要和B主机之间 进行一个通信 进行数据的发送 A主机就会把它的数据包封装好以后 发给它的路由器 或者说默认网关 默认网关我们有时候 也充当一个路由器的角色 这个路由器A 它会查找自己的路由表 如果说在这个路由表中 有到达B主机的这么一个路径的话 它就直接把数据发送给B主机 如果路由器A没有查到到达B主机B的一个路径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数据发送给下一个路由器 它认为下一个路由器知道到达B主机的路径 路由器B在收到这个路由转发请求以后 它也会去查找自己的路由表 如果说有B主机的这个到达B主机的路径信息 它就直接发送给B主机 如果没有 它继续把这个数据包发给下一个路由器 称为下一跳 我们A主机在封装数据的时候 填了一个信息 就是这个数据包能够 这个数据包经过的最大跳数 每经过一个路由器 这个跳这个数字就会减一 直到如果说所谓一跳一跳跳下去 都找不到到达B主机的路径的时候 那么这个跳数变为零的时候 这个数据包就会被丢弃 那么从A到B的这个路径认为是不可达的 来看一下IP包头的结构 IP包头的结构主要就是原地址和目标地址 其他还有一些控制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它一些主要字段 版本号当前是IPv4 我们这个包头也是IPv4的包头 所以它版本号固定填寺 IPv6的那个格式就完全不一样了 头部的长度 包头的长度 这个就不用解释 服务质量 这个就描述了一些 一些控制服务质量 一些控制参数 比如说我们是要求低延时呢 还是要求高可口 还是要求高的吞吐量 还有一个长度 就是包头加上数据的一个长度 描述整个数据包的长度 下面有一个16个bit的一个标志符 它这个是用来在重组和分段 分段的时候一些控制信息 还有三个bit的一个标志值 用的标志是否可以分段 还有一个我们看偏移量 偏移量呢 就是当前的一个数据包 在整个数据包中的一个位置 或是一个索引 或是一个顺序 生存期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个 一个最大跳数 每经过一个处理单元的时候 就减一 直到减为0的时候呢 这个数据包就被丢弃了 还有一个协议 协议就是数据包 这个数据包的下一层协议 还有一些差错控制信息 校验盒 用来进行差错控制的 那最主要的就是原地址 原地址和目的地址 我们在做涉及利纳克斯的网络 编程的时候呢 我们会在一个结构体里边 填入这个原地址 目的地址 那么其他一些一些信息 控制信息呢 主要由我们的协议站来实现 再到后面 就是一个数据 这个就是有效贺载了 就是我们传输数据的内容 有效贺载了